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 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 面对沮丧挫折 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 路上的光 与您一起反省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收听路上的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文革受难曲》 作者许璐佳 妈妈生长于江西农村 当时社会重男轻女 尤其在农村 生了女婴就丢弃 1902年妈妈出生后 被家人抛弃在福音堂门口 由英国女传教士百知操收养了 当时妇女都缠小脚 可我妈在教会长大 没有缠足 从小跟着女宣教士 除学圣经 还学钢琴 女红和许多东西 她的声音很好 唱的诗歌和读的圣经 都背得出 有活圣经的雅号 后来嫁给做牧师的爸爸 有时候她预备奖章 会请妈提醒她那段经文 在哪章哪节 妈不用翻查 就能准确地告诉爸爸 她也会英文 我有一点英文基础 也是受她的影响 我有七个兄弟 两个妹妹 爸是牧师 妈是师母 忙得不可开交 没太多时间跟我说话 所以三岁还不会说话 他们都担心我是哑巴 怎料三岁以后 我就很会讲了 第二次生命 三岁那年 有一天我不小心掉进湖里 当时刮着北风 我被吹到湖中心 妈立即跳进湖里 谁伸到下河 不能再走 只能把手伸长救我 可她离我的手还有一尺多 妈向上帝祷告说 上帝啊 这孩子是你赐给我的 求你救他 给他第二次生命 很奇怪 之后竟吹起南风 把我吹到她的手心 妈把我抱到暗响 跪下祷告说 上帝啊 你再次给他生命 我们将来 要把他奉献给你 这是常在家里祷告会提起 哥问妈 为什么你祷告 刮北风就变成了吹南风 为什么上帝 听你的祷告救了弟弟 妈寄要我们 背耶利米书十章十节 为耶和华是真神 是活神 是永远的王 我从小就知道 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 我们的上帝 能叫死人复活 叫水变成酒 领人过红海出埃及 多困难的事情 上帝都能办到 刀在哪里 四岁开始跟妈学弹钢琴 五岁一把一首儿歌 练得很好 爸让我在教会的才艺晚会表演 牧师家很穷 我排行第三 从小就穿三手的旧衣服 我把二哥的衣服都穿破了 便跟妈说 衣服破旧 怎上台表演 妈就给我穿上大哥的长袍 没那么旧 却很长 但她说 很快就会长高 不用改了 那天上台 一不小心踏着长袍 整个人滚下来 大家哈哈大笑 我惊慌地坐下 要弹的一首本是C大调 一气之下 就变成了F大调 弹不下去 大家又笑起来 我更惊吓 可幸从小就知道 倚靠上帝 于是大叫 不许笑 我要祷告 我跪在钢琴前说 耶稣基督 你是爱小孩的 现在小孩不知刀在哪里 请你告诉我 这是我第一次祷告 之后 记起妈说 坐下肚脐 对着钢琴 要支洞上面的便是刀 坐下再弹 就弹对了 后来妈告诉我 你祷告 倚靠上帝 就知道刀在哪里 你不祷告 连刀在哪里也不知道 认识上帝 是智慧的开端 我却很骄傲 推说是大家笑 我才出错的 自私的本性 牧师常说 我们是罪人 生来就有罪 但我不承认 我们家穷 只有礼拜天中午 才改下生活 有一大碗 萝卜煮猪头骨 放在餐桌中间 爸带我们卸饭 大家闭着眼睛时 我就偷看 哪块猪头骨的肉 多一些 再爸一说阿门 就赶紧把它夹走 人都是天生自私的 不用别人教 我便是个自私的孩子 父母期望我长大 成为牧师 我硬是不肯 一牧师很穷 生活很苦 一天到晚都在忙 什么都要做 那时候牧师都住在教会 夜半也有人来找 一个深夜 会友拍门大叫 我问他找牧师干嘛 他说不得了 我太太要生孩子了 我生气的说 你太太生孩子 就去找医生 找牧师干嘛 爸听见就阻止我说话 原来这位会友的太太 要生产了 没有交通工具 教会却有部 用来推木头的大平板车 爸马上把大平板车 推过来 叫我也去帮忙推车 我更生气 我们把他妻子送到医院 生了个男孩 爸为婴孩祝福 大家都很高兴 但我就是不愿意当牧师 我喜欢音乐 奇妙学钢琴 我向上帝祷告 很想学音乐 但家里没钱 出生时 有个很富有的同学 他爸爸让他学钢琴 他不喜欢 每次老师都骂他笨 他叫我陪着去 叫老师不好意思骂他 我很留心听老师讲解 他却不愿听 也不愿练琴 叫我练 我就练起来了 在上课时 老师骂他为什么还不会 他指着我说 我不会 他会 我谈给老师听 老师很高兴 对我说 以后你上课 他挺 就这样 他出钱 我上课 足足两年 有一次 同学的爸爸教他表演 才发现真相 以后就不再付钱了 老师很爱我 免费再教我两年 上帝奇妙地安排了我 学习了四年 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高中时 我跟南昌医院 美国医疗宣教师的太太 学钢琴 边侍奉 边学习 两度为名利跌倒 解放后 我要考大学 父母希望我读神学 当牧师 但我爱音乐 朋友告诉我 延安著名的鲁迅文艺学院 已搬到沈阳 其中有大批俄国教授 十月革命以后 很多著名的白俄音乐家 逃亡到中国的东北 而我很崇拜 柴克斯基 于是跑到沈阳投考 那学院很不容易考进去 政治背景的要求也很严格 填表要填报家庭背景 我不懂怎样填 见同学填自由职业 他父亲当律师 心想 我爸当牧师 也可以传福音 也可以不传 就填上自由职业 他们知道我爸是牧师后 说牧师是美帝走狗 要我填坏人 我知爸不是坏人 但很想考进去 不填不能考 反正爸不会知情 就填了坏人 这是我第一次为名利跌倒 1951年 考进鲁易 要戴军帽 穿军衣 军官鸣笛叫开洞 才能吃饭 我第一次吃不下去 因出生以来 每次吃饭 必先祷告 可当时不敢祷告 怕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没吃饭 饿得要命 吃第二顿饭前 撒旦来了 说我蠢 叫我睁开眼睛祷告 于是 每次吃饭前 都这样祷告 随便说 感谢主赐我吃饭 阿们 用最快的速度莫倒 怕同学看见 更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上帝 人堕落 是一步一步的 1953年至54年 甄选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 这是第一个代表团出国演出 去苏联 波兰 捷克 匈牙利 东德等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当时在沈阳选拔全国的钢琴家 歌唱家 各类艺术家代表 他们选我去独奏 又为独唱伴奏 我骄傲极了 立即写信 告诉我认识的人 怎料出国前一个星期 团长说我爸爸是坏人 不准我出国 除非跟我爸脱离关系 批判基督教是精神鸦片 我知 爸是慈父 不是坏人 更不是特务 怎可说跟他脱离关系 这时 撒旦又来了 说 我已经告诉所有人要出国 只因是牧师的儿子不能去 多丢脸 还是写信跟爸脱离关系吧 于是 马上写信给爸说 你永远是我的好父亲 我永远爱你 可我要出国 因着你就不能出去 让我们暂时脱离关系 带我回来再恢复吧 又写信给领导说 已跟爸脱离关系 并将政府批判基督教的材料 赵超交上去 第二天 他们把信贴成大字报 写着 请看牧师儿子批判基督教 最后 他们以健康理由 拒绝我做代表出国 我真是难过极了 这次 上帝让我认识自己真是个罪人 出卖了自己的父亲 又出卖了耶稣基督 于是跪在床前祷告 上帝啊 求你饶恕我这个罪人 当日犹大卖你是为了金钱 现在许路加卖你是为了名利 圣经说 凡劳孤单重担的人到你这里来 你使他们得安息 上帝啊 我现在的重担那么重 求你饶恕我 随即轻省多了 自此 我吃饭前都闭着眼睛祷告 惨无人道之逼迫 我在鲁毅有幸师成 著名俄国音乐大师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一代弟子 亚马赛 真是上帝的恩典 1956年 在鲁毅研究生毕业后 我留校当钢琴老师 后来鲁毅的音乐系 独立成东北音砖 继沈阳音乐学院 我在其中教了近40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 九成以上的知识分子 都被批判斗争 有些被关进牛棚 所谓树大招风 那些有影响力 又不听话的文化人 被视为毒害青年 与党争夺青年之辈 文革前 教会尚未关门 我教巴哈 就讲他的生平 提到他在教会服侍 曾带学生去教会 听教会的音乐 教学生弹贝多芬的奏鸣曲 其中有一大段是赞美 我觉得是创世的开始 于是给学生看圣经的创世纪 这样就触犯了禁忌 被指跟党搞对立 动摇无产阶级专政 要打倒许路加 我和妻子非常担心害怕 那时我们买了一台 半导体无线电 没完躲在被子里 收听良友电台 听到 你们被教的时候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什么 上帝会在你们心里 教你说什么 杀身体的 不能杀灵魂 等圣经话语 就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也就不怕了 他们说我是罪人 我说我是罪人 耶稣基督来 就是要救罪人 他们很生气 说我思想反动 把我毒打 又要我 向毛主席画像磕头 我说不败 圣经说不可败偶像 他们又打我 再问 还是说不败 他们知道耶稣 是被钉十字架 流血死的 要我尝尝被钉的滋味 便把钉着毛像的钉子拔出 将我按在地上 拿起红砖头 把钉子往我鼻孔里插 我祷告说 上帝啊 救我 便昏过去了 醒来时 嘴上有根钉子 大力把它拔出来 一通又昏过去 再醒来 就跌跌趴趴 回到家里 妻子见我浑身是血 被吓昏了 钉子将牙银穿了一个洞 极度疼痛 一定要把牙齿拔出来才行 我去找当牙医的朋友 和他被下放捞改去了 两位赤脚医生见状 将我如犯人般绑在椅子上 他们不懂用麻药 也不懂怎样拔牙 索性用钳子 把两颗牙齿都拔出来 给我一块棉花 就叫我回家了 后来四人帮倒台 学校让我去看牙医 朋友劳改回来后替我复诊 发觉两颗牙齿都拔得干干净净 这真是上帝的工作 朋友因此信了主 非常虔诚 嘴上十字架 后来 我也被关进牛棚 经常挨打 打到一个地步 要是一天他们不打我 我就不敢睡觉 因不知他们还会怎样打 打完后 知道一打了 反而可安然睡觉 早上起来唱圣诗 主与我同在 心里很平安 他们听见我唱诗 就用胶部把我的嘴封成十字 只是封得住我的嘴 封不住我爱主的心 很难时我就唱诗 祷告 看圣经 每天两顿饭 窝窝头又动又硬 我没门牙不能吃 但圣经说身体是圣灵的电 不可饿坏 就把窝窝头敲碎 放进嘴里慢慢溶掉吞下去 每次吃饭 他们使劲扯掉我嘴上的胶部 后来连皮也扯下来了 一天 我在玻璃窗 无意看到嘴上的十字印 欣喜地大叫 主啊 你的十字架 现在送到我嘴上来了 一边唱诗 一边流泪感谢上帝 一天 他们要我改名许阁 我说要嘛 就改成许反阁 他们大怒 打了我一顿 又除掉我的衣服 一个谈琵琶的学生 长指甲掐我背上的皮 掐成一个个血泡 他们说 若我不信耶稣改信共产党 就不再掐 我痛得受不了 正想求饶 不想起 我是基督精兵这首歌 就坚强起来 感谢上帝 任我做他的兵 在我面前是撒旦的兵 两军对垒 我绝不做败兵 背上给掐了二三十个血泡后 就不再感到疼痛了 因神经全都给掐麻了 回家后 冬天不能穿衣服 又冷又痛 感谢上帝保守我没生病 晚上不能躺下睡 妻就把椅子翻过来 铺上棉被 给我扶在下面睡 假手酷刑 之后 他们接着把筷子 夹在我的手指间 一个翻过来 一个翻过去的 夹上夹下 狠命垂下来 又抬起红砖头 拍打下去 指头给拍扁了 血肉模糊 随即肿起来 不敢想象 手指断了 将来可做什么 不知他们会用 什么刑罚对付我 当时 我听见他们说 要将我手指打断 我很软弱 想割脉自尽 当我有着念头时 上帝就派天使 在我耳边说 身体是上帝的电 不可毁坏 从早上八点到十二点 我一直想着自杀 这声音 时大时小 不停地响 非常的清晰 终于 我跪下祷告 为自己得罪上帝认罪 那声音就没了 我接着祷告说 上帝啊 求你派那保护 但一里不被狮子吃掉的天使 保护我的手 不被他们打断 他们见我双手已废 就打发我回家 警告我 不许告诉别人 否则杀我全家 回到家 祁看见我就昏过去了 他曾说 我宁愿替你受刑 也不愿看见你 被打完回来这个样子 他用干净的棉裤 替我包起来 没上药 也没胶布 几天晚上 我根本不能睡 走来走去 手不知放什么地方好 告祷告 唱诗 度过漫漫长夜 两天后 气问我是否还会继续痛 我说没有 他说 可能是上帝 保守了你的骨头 没有打断 我相信上帝保守我 只要有信 山都可以挪开 当天 雪透过厚厚的棉布渗出来 我很想打开看看 但布粘在手上 一个半礼拜后 感到疲痒 气说快好了 过了两个礼拜 慢慢把布打开 雪不粘了 手已长出心皮嫩肉 复原后 手很难活动 不能拿东西 也不能做什么 我被安排在学校办的农场 收改造 那农场在山上 没有水 要我赶一辆公车拉的水车 从山下把水运到山上 惊险万分 手不能拿鞭子 好几次公牛追母牛 水车就翻在沟里 我从车上跳下来 感谢上帝一直保守我 拉了三四个月 就叫我回学校 人痛 暗恋琴 七鼓励我再练琴 我因太痛想放弃 但在他的劝勉下 借着祷告开始再练琴 当时四人帮还没下台 家里的钢琴被封起来 琴轻轻用水把风条弄一下 就脱开了 他想办法让外面听不到琴声 我就偷偷地练 初时 只要按一按琴键弹几个音 你全身发麻 不能练下去 琴一直鼓励我说 上帝保守你的骨头不断 这是为什么 于是我向初学琴的学生 在琴键上敲 咬紧牙关练上五分钟 就痛得浑身冒汗 七为我善良 每次祷告倚靠上帝 再弹起琴来 他就加我力量 这样子练了差不多半年 就比较好些 文革后期 我们被下放的农村当农民 那天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车 等他们到银行 娶我和琴 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三十年所得的遣散费 银行问他们 这两个人是不是地主 他们说不是 是不是定为反革命 他们说没有 有没有购格足够叫他们滚蛋的格 他们又说没有 银行说 那么我们不能给钱 就这样 我和琴没当成农民 仍留在学院 不到一年 我们被遣送到沈阳附近一个钢铁城市 本系的购物团去搬布景 扫地 洗厕所 擦灯泡 那是辽宁生活最穷苦 空气最污染的城市 从来看不见太阳 天天烟雾弥漫 待了两年半 又把我们调回沈阳 上帝恩典数不尽 两年后 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带领下 去了北京 我妻程浩是歌剧系教授 那年他有个学生参加全国声乐比赛 拿了第二奖的第二名 主持北京音乐学院的张全教授 鉴于音乐教授不足 邀请他去北京任教 我们想根本不可能 因为当时进北京 必须是40岁以下的科学家 或在学术有贡献的人 经公安局的同意才能去 很不容易 1984年 真要调我们去时 简直轰动了全文意见 本来要我妻去教歌剧 没想到还带了一个我 在中央音乐学院教钢琴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 菲律宾三一神学院 和UST天主教大学 联合请我去做客座教授 当时出国要到人事处办证明 证明我没有参加过天安门事件 去三家担保 拿到证明书 再去公安局办出境证 我凭着信心申请 拿到签证后买飞机票 但没有出境证 七月某天我到了飞机场 凭着祷告 上帝安排一个人 亲自送我上飞机 对空中小姐说 这是我孩子的老师 请好好照顾她 我坐的是普通机舱 可一直享受我头等舱的食物 两小时后抵达菲律宾 第二年 妻来到菲律宾 又是上帝的恩典 因我在飞做见证 有特务通知当局 扣留了妻子的证件 但七天后 上帝开路 他就来了 可惜 一年后 他患上大肠癌 医生断定 只有三个月的生命 我们不断祈祷 上帝让他 多活了二十个月 才安息 那是1993年 8月24日 之后 我在飞工作六年 赚钱 清还他的一切 医疗 手术费用 1996年 远东广播公司 创立五十周年 举办庆祝会 邀请我从菲律宾 到加拿大 做见证 之后 又应美国八个城市的邀请 去做见证 我再回菲律宾后 发觉受到很大的逼害 第二天 就乘飞机 返回加拿大 这几年 我在温和华 教钢琴 做见证 从小 母亲就把我奉献 做牧师 但我一直躲了六七十年 现在74岁了 不少教会 请我去做见证分享 我都乐意去 感谢上帝 这样使用我 为我谱写 这么奇妙的 生命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篇由许卢家弟兄 带来的文革受难曲 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圣经上说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是不会落空的 我相信 是上帝给了弟兄 那股力量 让他能够在人生的 暴风骤雨中 依然能够站立得住 希望这篇文章 对您有所启发 感谢您的收听 愿上帝赐福给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